星期三将会带来纽约交易者关注的新闻 让我们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更多吧 首先在早晨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1月欧元区经常账报告 经济节性调整后2016年12月盈余 从11月的364亿的水平下降 美国抵押银行协会 将会在上午11点钟公布每周抵押贷款申请数据 截止到3月10号的一周里 申请增加了3.1% 1月美国房价指数将会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下午1点钟发布 根据联邦住房金融局报告 12月房价指数上涨了0.4% 而去年第四季度的总收益为1.5% 2月美国现房销售将会在下午2点钟发布 数据为已完成交易的总销售额 包括单户住宅 连排别墅 公寓和集体式住宅 经济节性调整后 1月年利润率增长3.3%为569万 从12月份的551万上涨 在日程安排的最后晚间8点钟 新西兰储备银行将公布其备受关注的现金利率声明 2月份现金利率保持不变为1.75% 央行行长格雷姆·惠勒说道 货币政策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 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国际前景方面 政策可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是基亚哈里勒 以上就是星期三的经济日理 在下期节目中将会为您带来星期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